Photoshop 基础教学 Hello 大家好 在今天的 Photoshop 基础教学中 我打算接续上一次的影片主题 消失点 来做一些简单的功能补充哦 在上集的影片里 我们有聊到透视平面的建立 和仿制工具的使用 而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在消失点功能中 如何去建立多个透视平面 以及如何在透视平面之间进行影像的合成 OK 那我这边有一张画廊的照片 如果今天我打算将另一幅画 合成到画廊内的话 一个传统的做法是你可以先执行 选取全部来将图片全选起来 接着执行编辑 拷贝进行复制 再切换到画廊的照片 来执行编辑 贴上 接着我们要让这幅画的大小 角度 符合画廊的墙面 因此我们可以执行编辑 变形 扭曲 来依序拖曳这幅画的边角至正确的位置 然后按下Enter键 完成变形 要是我们改变的主意 打算将这幅画放到后面的位置 我们必须再次重复先前的扭曲指令 来进行边角位置的调整 这个方式虽然操作上并不困难 但是如果你有大量的图片需要合成到墙面上的话 也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工程 因此我们不妨来看看消失点这个功能的做法 首先我依旧建议在图层面板内 先新增一个空白图层 来将合成影像与背景图层分隔开 接着我到滤镜选单中 执行消失点 在此我打算针对墙面 来建立一个透视平面 于是我使用滑鼠 先点击墙角的底端 然后顺着墙壁向上点击天花板 再向前延伸 在角落处点击滑鼠 就可以完成透视平面的建立了 如果透视平面呈现红色或黄色 你可以略为调整边角的位置 直到透视平面恢复为正常的蓝色为止 在上一集的影片中 我们曾经和大家介绍说 透视平面可以藉由拖曳侧边的控制点 来进行前后的延伸 而这边我补充一个有趣的小技巧 如果我们按住Ctrl键不放 来拖曳控制点的话 就可以产生一个与原先平面相互垂直的新墙面 甚至我们也可以利用Ctrl键来拉出一个新地面 此外如果我们按住Alt键不放 那滑鼠游标靠近控制点时 会变成一个双箭头 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滑鼠上下拖曳来旋转墙面 透视平面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平面上进行影像的合成 举个例子 如果我打算将前方的这幅画复制到后面去 我可以在左侧启用选取画面工具 并且使用滑鼠拖曳的方式来框选画作 再按住Alt键不放 我们可以这样启用复制功能 来将这幅画拖曳到后方去 我们甚至也可以将它穿越到其他的墙面或地面 调整完毕之后 在右上角按下确定按钮 就可以在图层1中看到我们刚合成的影像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将其他的影像 复制到透视平面内 一开始我们同样先执行选取全部 再执行拷贝指令 接着切换回画廊图档 同样先新增一个空白图层 再执行滤镜消失点 由于消失点的对话框内 并没有贴上这个选单指令 因此我们必须透过键盘的快速键Ctrl加V 来将复制的影像贴到目前的对话框 此时如果我们再去拖曳这个影像的话 它就会顺利的进入到透视平面中了 通常刚进入透视平面中的影像 会有尺寸上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旁边的变形工具 将这幅画作调整到我们想要的大小和位置 完毕后再按下确定按钮就OK了 好,那今天的消失点功能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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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